總計畫主持人 戴大學副校長陳明映指出 戴大學參與勞委會中區資訊局 自行車技車輛連組件 產業人才培訓據點的計畫 希望能夠增進地方產業就業的機會 幫助彰化在地產業向下扎根 同時活絡地方產業和學術的連結 讓戴大學成為產業人才培訓的基地 戴大學為了培育我們自行車跟汽車 領組件的上中下的人才 所以今年第二年特別開設了六個班 包括自行車結構設計 還有有關自動化碳纖維的輕量化的設計 特別是今年又新增加了一個班 就是自行車休閒業的 休憩領隊的徵造的一個班 以我自己公司來講的話 比較需求多的是在工程師方面 因為美聯有很多的開發案 那需要大量的工程師人才協助開發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需求的 以至於說一般的我們的生產線上的員工 大概在我們公司來講還比較好一點 目前自行車產業在台灣非常的夯 出口產值達到18億美金 美輛自行車單價從去年381塊美金 成長到416塊美金 從設計到生產線自行車產業可以說是虛財恐急 職業的民眾以及在家的民眾能夠來參加這個課程 然後呢來了解一下我們的一個體感行銷 同樣的也可以來對於自行車一個零組建的一個產業 注入了一個活血 計畫主持人李鴻斌助教授表示 很高興第二年承辦這項的計畫 今年度再度開辦自行車維修季休憩旅遊頂對徵兆班 自行車結構與機密製造班 碳纖維結構設計製造與檢測等6個班 全年度計畫預定參訓180人次 上課時數360小時 捷訓顯透過真彩博覽會網路人力銀行 中當頭就業服務中心就業率高達77% 也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報名參加 大英人新聞劉新校唐國昌採訪報導